大家好 其實俊敏我們觀察 因為整個現在Broadcom的 一個發展的路線 就是完全靠併購來創造話題 併購來創造增長 其實觀賓也因為做一個企業 其實真的非常辛苦 你要靠產品突破 靠像馬雲是商業模式的創新 或是應用科技的努力 基本上其實很困難 最快 最方便 就是用購幣方式 我覺得Avago覺得Broadcom有機會 我用併購 我用錢砸出成長 成長不是自己蓋場 我只用買的最快 Avago併購了Broadcom之後 它嚴謬救命 反正不是用Avago做掛牌 是用Broadcom 被併購的公司做掛牌 現在Broadcom也碰到成長問題 它跑去用買砸錢買高通 可是事實上大家其實 觀察點是未來第一個5G的領域 因為現在5G大概就是高通 甚至是華為 相互在各個領域當中 搶佔專利 跟未來的遊戲規則的主導權 另外還有包括了物聯網 跟AI人工智慧 其中扯到的一些運算 這個不是Qualcomm 跟Broadcom的專長 可是在物聯網當中 不管在傳輸跟5G的配合 其實Broadcom併購Qualcomm 是很有話題性 觀眾朋友懂意思嗎 它第一個壟斷產業 壟斷地位 能不能賺錢 不一定 可是至少對於股價來講 是極具有想像力跟話題性 我們關鍵的事情 就華爾街現在炒股票 變原人都是馬斯克 這個很誇張 看到馬斯克成功的例子 看到亞馬遜成功的案例 其實大家都在學 不過其實IC設計 或整個半導體產業 它本來就是一個併購的趨勢 一直持續下去 其實國內像聯發科 其實聯發科過去也併購很多 像類比IC的龍頭利奇 就被併購了 像電視驅動IC的晶片 成星也是被它併購的 所以其實聯發科也是不斷的併購 之前社評的雷靈 也是被它併購 對 所以其實它併購非常多 那這個亞馬遜它本來 其實它本來就是 之前的安爵輪 就是惠普下面一個部門 是 出來的 獨立切割出來上市 獨立切割出來後 後來這個惠普 已經不知道長什麼樣子了 那這個亞馬遜的部分 不斷往上成長 那這段時間它當然併購非常多 那最重要的大概是2015年 那個時候用370億美元 去收購Broadcom 對 那它的股名還是阿發狗 但是它這個對外 就是代號沒變 但是股名變了 變成這個被併購的公司 那這個是一個非常大的併購案 當時是非常大的併購案 所以它一路就是以併購來成長 那剛剛司宛已經提到 如果說Broadcom去併購Codecom的話 將會變成第四大的半導體公司 因為如果說以這個市值來看 其實Intel還是最大 不過Intel它 我們看它排名第一是Intel 第二名是三星 第三名就是台積電 那接下來就是Quadcom跟Broadcom 就分別佔第四名跟第五名 所以這兩個如果把它加起來 將會超過台積電變成第三大 對 但性質不太一樣 可是Broadcom跟Quadcom一旦合併之後 它會成為台積電最大的單一客戶 而且可能會佔台積電的總營收 將近三成 這就很妙你知道嗎 因為台積電有很多客戶 所以台積電老大 可是這客戶太大 基本上 台積電會成功就是因為 它的客戶很多 你不要來我殺價 其實其他也很多 他會跟你這樣講 那如果併購變成一個最大的話 其實它就有殺價能力 所以台積電影響就很大 可是殺得非常兇 中廠幾乎快翻K 什麼原因就是因為 其實是假如從商業邏輯做觀察的話 你有一個太大太強的客戶 其實在於談判 不管是價格談判 技術談判 其實台積電的談判優勢 快速沒有 因為這個客戶 那我恐嚇你好不好 我抽單三成 台積電營收就要掉10% 其實是很恐怖的 非常恐怖 所以台積電毛利那麼高 就是因為它客戶非常分散 分散 對 那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我們剛剛前面提到 這幾家其實不太一樣 像Intel它不是Fabulous 它本身有晶圓廠 三星本身有晶圓廠 而且除了記憶體為主 台積電只有晶圓廠 沒有 因為它沒有IC設計 這兩家是純IC設計公司 無晶圓廠的Fabulous 一個IC設計公司 所以併購以後 它的規模將會變成一家獨大 那一家獨大當然會面臨到 後面可能會有反壟斷的問題 不過反壟斷 這個壟斷本身 但壟斷它有時候是一個市場的現象 那重點是 你有沒有利用你的壟斷地位 那個是很重點 假如它不會利用壟斷地位 其實有些地方 並不會去反壟斷 這是後面的問題 那我們知道為什麼 這個Broadcom 它這幾年可以成長那麼多 像包括Avago 像這個Broadcom 本身它其實都是Apple的客戶 對 那這些公司 其實它都是跟著Apple往上成長 但是我們回過頭來 我們看幾件事情 第一個高通跟Apple 它的營收的成長率 年增率 從2012年到今年 第一季跟第二季 其實藍色的部分是高通 那在2012 2013 其實成長率都蠻高的 Apple到2015還很高 到2016 基本上成長率都非常緩慢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Apple的股價 還是拼命往上漲 那當然Apple本身 它第一個它有市場地位 第二個就是我們之前提到 ETF的效應 就是說資金會全部集中在 全職大的公司身上 而且它不是沒獲利 你如果集中在Tesla 那個沒獲利有時候 不小心摔下去就 這個ETF就砍掉 對 好 那Apple本身 當然它營收成長率不高 不過它有個最大的優勢 就很會去壓成本 所以我們看一下 這是Apple它的毛利率 大概接近三成 那另外如果說像這個鴻海 像這個合作 像偽創 你看它毛利率三個加起來 也沒有蘋果多 但是它碰到一個 一家公司就是高通 對 沒辦法 它沒辦法 我們說它這個家具的價格 是按照它的房屋的價格來定價 我已經提得到重點 觀眾朋友 因為Qualcomm跟蘋果 據明提到一個很重要的商業模式 蘋果像iPhone X iPhone X推出 現在說全球都在缺貨 我昨天一個大陸同學 跑到台北來買iPhone X 因為說既然大陸缺貨 所以想在台灣買買看 也沒多緊 能買就買到 觀眾朋友 手機就很妙 因為像小米 華為 他們的銷售是成本加利潤 我特別提到 跟這個國產車一樣 是成本加利潤做定價 可是蘋果跟高通的定價 它不是成本加利潤 它是用消費者接受度 來做定價 觀眾朋友 你懂得知道嗎 iPhone X就在想說 我要賣兩億支 到底要賣一支 1200塊美金 還是1800塊美金 還是賣800塊美金 它的定價來源 並不是成本加利潤 而是看全市場的接受度 最大化 就價值最大化 我接受度最大化 作為我定價的基礎 Qualcomm同意也是 相對於像聯發科 像小米 他們就是成本加利潤 成本80塊 利潤30塊 說我要賣110 這格局差很多 就是提到了 我這個賣家具的 賣沙發的定價 是按照你家房子的房價 來定價 所以邏輯不一樣 其實Apple對這件事情 一直很無法諒解 很無法諒解 自己也是這樣幹 沒錯 但是它是蘋果 蘋果的市值是8000億美元 但是Qualcomm的市值 大概不到1000億 大概900多億 這個禮拜五會大漲 就是有一個收購價格 那之前營收成長率高 它可能不會care這個事情 現在營收成長率那麼低 那個對價格 甚至於對於高通 一些對他來講一個壟斷地位 其實他對高通談判 其實優勢非常少 一直到今年 他終於忍不住要下手了 下手有可能營收成長率不高 下手從今年的元月份 如果大家有影響 他對高通提起反壟斷訴訟 開始正式對高通開戰 這個開戰其實目的 應該是在後面 扶植博抗去收購他 所以對他進行這個反壟斷的訴訟 把他市值壓低 這樣這個Broadcom才有機會去收購他 所以我們回頭來看一下 如果說以年初的市值來看 其實Broadcom 因為他今年以來大概漲了52% 那扣掉這52% 其實他年初的市值大概700億 對 那高通如果說今年來看 他還跌3% 那換句話講 其實本來高通的市值是比博通高 這個地方跳下去就是因為 Apple對高通開戰 所以我在收購之前 我先做一個動作 就是把你的股價壓低 把你的市值壓低 對 那過去來看的話 其實我們看過去兩年 其實蘋果的股價 是慢慢的往上墊高 上禮拜五又創歷史新高了 對 那Broadcom繼續往上挺升 那高通是因為收購價格 才往上跳 否則的話 這個地方其實是沒有談起來 對 所以感覺上年初 Apple就是利用反壟斷訴訟 其實後面是為了要併購他 是 就像有些男生故意去罵女生 其實他是喜歡他 對 所以Apple喜歡高通 所以先把他打下來 把他取回來 對 那這個所有的準備動作 從年初就開始 是 所以高通一帶 被Broadcom給合併 觀眾朋友 老闆化成Broadcom的碼 就是這個譚先生 觀眾朋友 Quadcom台面下的利益 叫重新洗牌 所以有人急著要退休 觀眾朋友你要去想像 很多事情 跟你認識的完全不一樣 你以為說 觀眾朋友去想 有一個人薪水一年大概就有兩三億 可以在夏威夷買別宿 在台灣隨便買豪宅 股票也沒賣過 你的錢從哪裡來 觀眾朋友你懂意思的嗎 不能查 一查很難看你知道嗎 有的教父就變成鼠輩了 因為你去算他薪水 你去把他薪資攤開來 再把他開銷算出來 再把他股票的市值有沒有賣 什麼轉租 沒有 為什麼找到全球最貴的 夏威夷的別宿一棟多少錢 觀眾朋友你知道嗎 台灣幾棟耗得多少錢 你會發現他的收入 跟他的支出不一樣 所以台灣很棒 因為有些台灣的教父 假如到大陸去 已經被中紀委關起來了 你交代一下 為什麼你這邊花15億 可是你收入只有8億 那這7億哪裡來了 不能查 不能講 那這扯到了全球半導體 的詬病當中 很多人急忙著要退休 並不是年紀大 是有些事情快爆炸了 這有機會我們再慢慢提 但也應該沒機會 因為太複雜 太陰險 太邪惡 所以往下做觀察 我們回到正規區 所以Blockam跟Qualcomm的合作 除了檯面下的意義之外 檯面上也要符合某些人的 政治利益 對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說 其實這個Blockam為了 併購這個Qualcomm 其實早就已經做一些 準備動作了 上個禮拜 11月2號的時候 這個召開一個 類似臨時股東會 這就是他的CEO叫譚霍克 剛剛這個事官也提到 之前因為他去併購 本來要去收購這個博科 去年的事情 用55億去收購 但是被擋下了 為什麼 因為他是遭到美國 他這個外來投資審查委員會 因為他目前的公司的註冊錠 並不是在美國 是 應該是在新加坡 因為之前Blockam去 被Avago併購的時候 搬到新加坡去了 所以他變成外來投資 他現在準備要把他搬回美國 搬回美國 你在中間的收購 就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感覺起來 Apple跟Blockam 有一點點 這個感覺上是一個合作關係 他先把市值壓低 然後鼓動Blockam去收購 這個Qualcomm Qualcomm也開始做這些併購動作 包括總部的遷移 這都是為了下一波的 併購大戰來做準備 感覺上就是迎武者 就是後面的Apple 還有另外一件事情 這個Qualcomm 光放在2012年當時 鴻海本來去收購Shop 後來是破局 那個時候是破局 第一次破局 Qualcomm入主 大家應該記得 當時Qualcomm有入股Shop 去年真的鴻海去收購完Shop以後 Qualcomm就退出了 所以蘋果需要這些顯示器的時候 他就會鼓動下游的供應商 去做併購的動作 每次都碰到Qualcomm 所以剛才把Qualcomm買下來好了 所以我感覺這些 感覺後面的故事 最後的迎國者就是Apple 觀眾朋友還扯到技術 製程應用 因為現在高通在大陸的技術 轉移的規模也非常大 在專利授權的速度也非常大 特別是Qualcomm跟華為 未來是合作還是競爭 也是讓外界看不懂的 更扯到的旗下非常複雜 觀眾朋友 Qualcomm有些晶片 不是你想買買得到 有時候那種缺貨像之前蕭龍 835 基本上缺貨的時候 誰買到誰就先出貨 中間的力量有多大 譬如說去投片 台積電高間製程很滿很滿 為什麼郡敏能投 我不能投 觀眾朋友 我有幾張信 可是郡敏為什麼能投 我不能投 所以又成立了很多IP公司 所以Qualcomm有些IP公司 台積電有些IP公司 這些IP公司互相又狗咬狗 所以才扯出之前 我們這職業就一箭報了 創意當年內線交易 把他老婆惠普的何維林 給拉下來 觀眾朋友 這事情當時發展得非常快 為什麼創意的負責人之一 扯到了股價或相關內線交易 他老婆馬上被拉下來 被惠普拉下來 因為這個案子不能拖 一拖會把科技業 醜陋的背後全部翻出來 觀眾朋友這新聞就已經出來 你就知道奇怪 為什麼兩三下這事情 就趕快蓋掉 因為所有台灣跟美國高科技 台面上EPS不重要 台面上的金流跟資源分配 是你絕對想像不到的黑暗故事 所以這次Qualcomm跟Block Comm合作 除了看金面大之外 其實觀眾朋友 有的人趕著退休 這個退休他先知道 因為債務退休會出大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